电动已经不是一条跑道了 传统的豪车品牌还能不能成为汽车产业的标杆 最强眼的还是未来的这个ECOS 这和奔驰的这个豪华的领域是完全不一样的 投资人看车是一档邀请国内知名的投资大咖 以投资者视角看车聊车的视频栏目 探讨汽车产业投资方向 讲述投资人的战略视角 本期节目汽车之家将和21世纪经济报道联手 通过上海车展发布的最新车型 解读三大传统豪华汽车品牌 在汽车电气化的进程中如何应对新的挑战和机遇 我是汽车之家的范鑫 在我眼里投资人是精明的挑递的 苛刻的这么一群人 那么当这样的一群人遇上了我们的车展和我们的新车 会迸发出怎么样的火花和观点呢 大家好我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园丁 智能化的进程之后呢 传统的豪车品牌还能不能成为汽车产业的标杆 所以我们今天呢 非常有幸请到了两位资深的投资人 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我是中金资本的一七云 我是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的郑云 我们会深入地去到展台和展台做交流 我们看的第一款车是奔驰EQ家族的旗舰车型EQS 定位大型纯电动轿车 EVA纯电动平台 赋予了新车超长的轴距和较短的前后旋 总共是26款车 我估计最强眼的还是蔚来的这个EQS EQS呢是EQ里面的S级 3比210的轴距 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就是S级车的这样这个轴距的表现 坐一下就能关上 我们坐下 你看 你看其实空间这块 就看着这个造型比较流线 但是其实空间还是非常宽敞 你像以前这些豪车的这些后排屏幕 其实很多时候是装饰 它现在这些屏幕全都前后联动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还是跟这个疫情导致的 大家这个在线办公 移动办公 远程办公 共享办公 对吧 你们现在应该在办公室带的也很少 就以前大家对豪华车的理解 都是超长的发动机盖 大家已经习惯那种 后驱布局的这种豪华车的一个姿态了 你看这个车感觉好像不显大 这车的轴距3米21和奔驰S级几乎一样 刚才讲到那个hyper screen 我不光是追大屏 我在交互上我注重这叫零层级 就我不需要你一层一层翻菜单 然后它这个零层级不光是自定义 它还能自己学习 你经常默认用到的一些功能 它自己就会加载出来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机会重新定义 因为以前基本上你别人做不出好的发动机 所以豪华车就被这几家给定义完了 现在我觉得新的人可以有新的方法 今天那个恒大搞了一个很大的展台 它一年大概卖30万套房 它的业主的基数有1200万 我吃上这两个数字以后 我说一年它至少能卖30万台车 买房送车就完了吗 恒大它自己盖小区 没有任何一个主机厂现在在基础设施上 能像他们一样这么灵活 就我自己的房子 一我新盖的小区充电桩 包括那个智能的停车厂 它都直接可以做 恒大汽车展台对面是宝马的展台 此次宝马发布了一款与X5尺寸相当的中大型SUV 宝马iX采用了宝马电动化时代的全新设计语言 并搭载前后双变机系统 因为我们是德系品牌德系设计 整个内饰设计呢 我们是以一个轮子上的这个loft living room这个会客厅这么样一个感觉 来打造一个全新的这个空间 ID8比现在ID7在交互上多什么呀 从软件层面来讲 它就是有更多的人车互动的一个体验 可以设置不同的买木的模式 那现在的这个买木的模式的调整 是对于整车的一个环境 驾乘空间的一个调整 除了输出有变化呢 那它的氛围灯 夜景一角团 整个座舱 包括你的内饰氛围灯 天窗音响 它都会互动 所以从原来的几个功能整合 现在就变成了十几个功能的整合 那未来可能有更多功能的整合 当然还有就是基础架构的这个问题 ECU的这个数量的减少 就达到了高度的整车的集合的这种升级能力嘛 所以未来在OTA的准备上边 在自动驾驶的升级上边 在于这个计算能力上面都有不同的提升 它和奔驰一样 以后这个盖子只有工程人员可以打开 这个不能打开怎么办呢 加那个雨刮的封挡的清洁液 通过这个地方来加 这个盖以后就 事情是一开始讲 它讲的家居这个理念 这和奔驰的这个豪华的理念是完全不一样 所有的品牌都在跟用户沟通这件事情上 这个下了更多的功夫 这个车企现在比以前更关注交互这样的理念 就刚才您说的 我觉得豪华这种东西的定义 真的是在不停的被改变 怎么让人体会到我发 我不知道一百万或者一百五十万 买它是值的 现在就是它就变成一个准消费品了 你就是要迭代的 怎么让我还有一个豪华的感觉 反正我最近的观点是 智能坐舱 这些人性化的东西 我在上面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因为疫情 天天打电话会议 所以在车里面 如果能够用车的大屏跟音响 直接开电话会议 视频会议 对吧 甚至看PPT 所以这样就造成 我觉得这个车 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第四孔点的 最后一战 我们选择了BBA中的A 奥迪 不过是上汽奥迪 展台共有两款新车发布 上汽奥迪的首款车型 AGL 以及奥迪Concept Shanghai 整个的一个A7L 其实是德国奥迪总部的设计团队 A7的设计团队 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 全新的一款产品 那么它的整个一个设计理念 其实源于2015年 在洛杉矶车展上面 展出的那台叫Prologue的一个概念车 其实是奥迪奥迪奏了一个运动 加这种行政 这种旗舰的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概念车 然后这个车国产之后 整个加长了100个毫米 然后轴机也都用在后排的空间上了 它前期有一个限量的版本 就是这个叫1D-SEN-1 可以试一下 我来推荐一下这个车的NV-H 它比进口的车不是夹层玻璃 是单层玻璃 它的前后车窗全是夹层玻璃 所以NV-H特别好 特别好 感受一下 这个车现在的名字叫奥迪的Concept上海 它这个车就是三排座椅的设计 有六座有七座 这个是在上汽奥迪国产 就是国产的第二个车就是这个 就是全电动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投资人看车豪车线 我们三个品牌已经看完了 我们分别去了奔驰 然后宝马 还有奥迪的展台 我们把今天整个看完之后 对产品 对品牌 对他们发展的一些认知的 这些这个观点 我们都分享一下 在今年以前 在BBA 他们基本上推出来的电动车 都是基于原来的汽车平台去改的 但今年的这个态势非常明显 所以我们看见BBA 都推出了自己的正向开发的 这种纯电的平台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 不能够只强调说 我这个是真皮包裹 我这个做工特别好 或者说我的设计 咚不咚的人性化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可能新的造色新势力也都有 今天看到奔驰的那个EQS 我还蛮意外的 就是觉得它冒了比较大的风险来做这件事情 高华车在全电动化方面的进展比我想象还快一些 因为发动机消失了 很贵的变速箱也消失了 电池都是零的时代的 那你拿什么呢 从我自己的感觉来看 明显像宝马它的理念是一个更整体的理念 因为它讲出了Ling & Room这样的概念 电动已经不是一条跑道了 就未来这个跑道应该是智能化一条跑道 我觉得其实从设计这件事情上来看 我觉得奔驰可能这个卖的步子 或者说它的通货更难 今年车宅有个主题叫拥抱变化 我觉得这三个品牌啊 真的是在非常好的非常默契的 你一块去呈现和诠释这个主题 就是你今天奔驰能不能教育新的奔驰客户 去接受这就是新的奔驰该有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是个机会 那这段时间谁能够冲在前面 谁就能够重新去教育整个技术市场 我们手里每个人就一票 你会把这一票给谁 我投给那个EQS 因为我觉得首先呢 它的确它这个产品自身的这个变革 或者说是核心还是比较这个节奏 或者是步伐是比较大的 我应该会弃权吧 就我们看到的几台车里面 就是HL显然是过于保守 那么另外两款就是 个人感觉精神度不是特别的强 电动化是必须的 制动化是重要的 但制动化就是说软件很重要 同时我用屏幕越大越好 那我们今天投资人看车呢 我们的豪华线就到此为止 然后我希望更多的是我们的用户 然后再看到我们投资人 精明和这个尖锐的这些观点之后 把你自己的想法也一块在评论里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体验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感谢 谢谢